李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居土楼之内 正是后人尽管手头没有珍贵的古老宗仆 但大家对家族从中原南下的迁徙路径 在口口相传中保持着惊人的遗志 公元四世纪初 北方望族之一的河南行阳正是举足南前 发生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次移民潮 由外祖南亲造成 他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下迁徙 历史上称作永家之乱 衣冠难度 南迁的这一支正式家族 成为了洋产正式的始祖 两晋时期的北人南下 给黄瞻脚下的徽州 带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潮 从此 封闭的自然屏障 为北方大族躲避战乱 有计划的落户徽州 提供了安全保障 和稳定的生活预期 古老的黄山山脉 一次次张开臂膀 为闯入者提供了避乱的世外桃源 带着中原的衣冠与文明 早先的士族大将 通过对聚居地悬旨 把安居乐业光大宗族的梦想 建筑在黄山南路时 他们并不知道 家园背影的这一座山 冠绝天下的奇特景观 将在千年之后绽放 城坎村 位于黄山南路四十公里 是罗氏家族的聚集地 唐朝末年 江西南昌府的罗家 有两位唐兄弟带领迁移至此 他们并不急于为家族住屋安居 而是用挑剔的眼光 找寻着足以福音百代的家园 这片名为龙溪的地方 周围不规则地分布着八座山峰 被精通勘移的罗氏兄弟 认作是八卦的八个方位 于是这片风水宝地 成为了他们新的家园 以易经八卦图方位 定吉凶属于风水里气派的发明 它直接影响了 城坎的建村规划 城坎村 位于丛川河下游两岸的平地和丘陵 环山纳水地势平方 在八卦中 坎代表着水和滴地 顾名城坎 外人眼里 神秘的城坎古村 在复杂的风水理念背后 注重的还是居家生活的需要 在选择枕山还水面瓶的外部空间同时 规划是精心布设了村落内部的水系系统 两道主渠沟通着一家一户 一方面提供生活用水 另一方面实现居内废水的疏通和排放 在这幢老屋里 89岁的吴谦帝 已经生活了70年 十年前她的丈夫去世 现在她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由于儿孙白天都在外面干活 大部分时间里 五千地老人的日常生活 都有自己照料 有时候会有游客慕名参观 这房子里的一切 对他们来说 都充满了兴起遥远的神秘感 你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六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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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呗 那是明朝 最早的门打的 明朝的房子 明朝 他说的是明 朱元昌是明朝的房子就有了 就有了 明朝 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 再见 日复一日 高墙深院里的生活 总是围绕天井 厢房和正堂展开 五千地的许多记忆 也和天井相生相伴 古老的天井 通过采光 透气 纳凉的功效 成为一代代人 居家生活的中心 天井 运用在 辉州民居空间组织中的灵感 来自对祖先 北方家园的记忆 当中原四合院 来到了气候潮湿 空间逼测的黄山脚下 山多地少的现实困境 促成了这一新的建筑样式 辉州的传统民居 大多是这种 天井加和院的布局方式 天井 连同民居中的一厅两厢 敞开式厅堂 构成了辉派建筑的基本单元 这种从自然到天井 再到厅堂 一切贯通的 半开放的复合空间 是厅内建院 院内建厅 室内室外 自然交融 高墙深宅之内 豁然开朗 江水 丰沛的 晖州山区 水 被认为是 财富之源 天井的屋顶 总是向自家院内倾斜 雨水 从四面的房檐流入 汇集于院落中的名堂 称为 四水归堂 以图财富外流的吉利 无论是 用于防火的码头墙 还是狭窄的街巷 不规则的建筑立面 都显示出 灰珠建筑 有着近乎天成的 框架结构 具体到每家每户 又会根据 宅基地的大小 结合地形地势 和主人审美的 个性偏好 呈现出 和而不同的建筑面吗